今天是11月30号 然后我这边你看车已经开下来了 小白也已经在车里面了 车的状态也挺好 但是能不能走不知道啊 这个事情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通知我做核酸 然后今天要去隔离七天 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隔离七天 隔离完之后就可以走了 可以离开新疆了 然后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道 去隔离的地方不知道 过去的那个隔离点能不能让我带狗 如果说能带狗我现在就开车 然后等会跟着警车肉过去 如果说不能带狗 那么我收拾了一天的东西就白收拾 等会再拿回去 搬上去 我这个车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可能有点吵啊 我换到后面了 我那个车就是今天刚刚接完电码 它现在不能熄火 熄了火之后又要再接电了 然后刚刚是我们这个楼 我们移动楼是有几个 就是几辆车自驾走的 然后整个小区它自驾走的你看都在外面了 现在就是整个小区自驾走的都安排我们走 就是走之前要去隔离一下 我觉得带狗去隔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我路上我预感肯定会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我主观上面其实是不太想去隔离的 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个走的机会嘛 如果说这次不走的话 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就是自己开出去 所以说这边也是好多人建议我说你先去问一下吧 那我就先去问一下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吧 今天等于说就说一下搞一下卫生好吧 我的话问一下那边警察在拍 又换了个地方在等也不知道等啥 说不能下车 然后刚刚过来个人你知道吧 他跟我说什么一招啊 他跟我说把双扇打开 等到天都快黑了 没有人 就在这镜座 镜座就等 天已经完全黑了 还在等 你们看那边的路边上有一匹马 走过来吃草了 然后现在通知走了 期间我又就是问了一下 他们说具体的 就是很简单的 开车开到隔离点 问一下隔离点呢 能够带狗入住的话 就是顺利隔离 然后如果说隔离点不让我带狗入住的话呢 他们这边社区有一个车 现在跟着去了 我就跟着他们的车回来就行了 到了 给你们看一下 到了这边这个健康一站的门口来 然后拎了大宝小宝下去转了一圈 到了那边门口告诉我啊 狗不能进 虽然我早就料到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可笑 我就知道是白折腾 我早就知道的 你们别看我在视频里这样说 其实我跟就是 其他人我都说的 我肯定去白跑一趟 因为我在这边住了三个多月了嘛 我已经很了解这边了 我现在回去 等会我跟着那个社区的车一起回去 还得继续等 好 现在在跟着我们社区的领导 再回到我们的社区 这个整个过程啊 整个过程除了我睡觉 整个是经历了应该是正好24个小时 因为昨天这个点的时候我在楼下做核酸 说做完核酸收拾一下 然后第二天等通知就能走了 然后今天就是第二天嘛 马上要到第三天了 今天就是第二天 搞了一整天收拾东西 然后一直在等 等大家所有人都集结 然后到了这边的健康驿站 健康驿站是建在一片土地上面 是一间一间的 类似于集装箱板房 今天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本来挺期待的 到了那边隔离点 我觉得已经见到曙光了 尤其是里面的人跟我说可以代工 但是当真的我所有东西都收拾完 去到门口的时候 他说不能进 还是有点难过的 因为他的语气好像是 怎么就你带狗呢 那你觉得是我的错吗 那不是我的错呀 对不对 好吧 再后来也就释然了 因为我昨天就想到这么个结局了 所有的人 社区的志愿者 小区里的人 同行的人 包括社区的领导 都说应该可以的 都在鼓励我去试一试 但是我是持一个 走不了态度的 因为这个狗 我带着狗出来的话 就是旅游嘛 就在旅游的路上 不是说在疫情的路上 在旅游的路上 也是遇到过很多 几七八八的问题呢 然后也有很多的阻力 跟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时尚怀揣着一个梦想 我没有这个勇气 跟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说 我怀揣着梦想就是等到新疆解封了 即使是冬天 我还可以去北边再玩一圈 我感觉最后的结尾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一个自作孽的一个高度上面 就是虽然我已经在这边三个月了 但是我还是内心有旅游的这个梦想 不愧是一个旅游人 关键 咱们 假的 我 刚